请在今天下午一时 让我们一起掌声呼求神 他们来到耶稣那里 看见那被鬼扶着的人 就是从前被群鬼所扶的 坐着,穿上衣服 心里明白过来 他们就害怕 众人就要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 耶稣上船的时候 那从前被群鬼扶着的人 愿求和耶稣同在 耶稣不许 却对他说 你回家去 到你的亲属那里 将主为你所做的事 何等大的事 是怎样怜悯你 都告诉他们 马可福音 五章十五节 十七至十九节 主耶稣 我们满心感谢 赞美你极大的怜悯和恩慈 恩着你释放和医治的大能 再无任何人需要长期会在疾病 和鬼扶的压制 并有绝望中 也不用无奈地忍受斜拎的折磨 和疾病的前扰 因主耶稣在十家成就的功劳 在你无难成的事 求主赞美我们心中上有的不信 怀疑 缺乏如同艾佬 和患血流苦人那种坚定的信心 即使以往也曾经经历过 医治和释放的大能 亦会疑惑 羡慕 更缺乏为主作见证的心 求主亦都赦免我们 未有尽心逼切去关心那些受邪灵 和病魔困扰的人 今天我们怀着感恩 带着真诚悔改的心 恳求恩主帮助我们 回到家去 到亲属面前 将主你为我们所作 每件何等大的事 如何怜悯我们 都告诉他们 深信当我们尽心尽力 全阳耶稣你作了何等大的事的时候 众人都会稀奇 并将荣耀归给你 奉主耶稣圣明祈求 阿们